Renderforce.com 十个证明在困难也不应该放弃的成功故事,坚持到底在谷底也会翻身。 日常生活中,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 有时候难提接二连三来袭,就像雪凤一样让人绝望。 你可能觉得再努力也没有用,但失败其实没有那么可怕。 下面这些名人也曾遭受挫败,一起看看他们的经历,也许你能打起精神继续奋斗。 吴迪艾伦,吴迪艾伦,考试没过被退学,他拿过四次奥斯卡奖,还是有名的电影制作人。 但大学期间,他挂科太多次,被纽约大学退学。 他没有一蹶不振,结束无聊的大学生涯后,他终于走上适合自己的道路,并达成所愿。 而舒拉伯恩斯,而修拉伯恩斯,努力十年才生前,他从纽约大学坦登工程学院拿到硕士学位后,进入美国全路,Zerox,公司实习。 因为他工作能力强,很快被聘为助理。但直到32岁,他仍旧是基层员工。 十年后他终于升迁,一跃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副总裁,现在则是公司的董事长。 加布里埃尔赫苏斯,Gabriel Dries,他曾靠坏人行道赚钱,这位巴西足球运动员加入了著名的曼彻斯克俱乐部。 但踢世界杯之前,他的工作是化人行道。 现在他的周期是8万美元,约台币240万元,而且前途不可限量。 哈兰德桑德斯,Holland Sanders,餐厅破产,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肯德基爷爷。 但他的第一间餐厅经营惨淡,最后破产。 65岁那年,他开始在全美各地旅行,并向企业兜售自己的美味鸡翅。 被拒绝1008次后,他还是监禁自己的独特配方会获得成功。 现在我们都看到了,肯德基的鸡翅很好吃。 伊隆马斯克,伊隆马斯克,被辞退,这位美籍,加级的企业家本来是X.com的创办人。 他搭飞机度假途中被董事会解雇了。 16年后,他以500万美元,约台币1亿5000万元的价格将公司买了回来,并创立了PayPal。 安娜温图,安娜温图,被开除,她本来是Tapper Estaza的时尚专栏作家,因为与编辑有分歧被开除。 现在她是Vogue的主编,也是时尚圈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。 她认为过去的挫折是她创造更多成就的动力。 她还认为,人们应该捍卫自己的意见,因为独特的思维才是最难得的。 霍华德舒尔茨,Howard Scouts,无法实现自己的想法而离职,他本来在星巴克工作,那时星巴克只卖咖啡豆。 霍华德提出了开连锁咖啡厅的想法,却被管理基层否决。 她想将优质的咖啡和舒适的气氛结合起来,提升顾客的回流率。 两年后她收购星巴克,并把这一品牌打造成了全球知名的品牌。 史丹史密斯,Stan Smith,当不上球状,这位职业网球运动员曾遭台北斯杯拒绝,他们认为史丹球技杂乱,很容易分心,连当球状都不够格。 但她最终代表美国队赢得了八次冠军,打脸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。 尼克·伍德曼,Nick Woodman,公司破产,大学毕业后,尼克创建了一个名为BombUp的游戏平台,刚开始很成功,后来破产了。 一次她去澳洲冲浪时看到了专业的冲浪爱好者,这才有了创造GoPro的想法。 现在她已经是亿万富豪,尼克认为,如果没有之前的失败,她永远也不会把爱好当成工作来做。 本田宗一郎,Sony Cairo Under,低学历,她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,从小就要工作赚钱。 毕业后她成为了一名机械工人,是住在自行车上安装旧眼情,还梦想用昂贵的材料来制造自己的机车。 后来她成立本田公司,现在这已经是世界知名的汽车和机车公司了。 然后再来点赞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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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点�